我們看這題 這題它說現在有四個電盒 然後這四個電擺在一個正方形的四個角上 那以之電盒的電量大小相同 那它問說每一個電盒它所做的力的方向 我們以這個來說 以這個來說的話它所做的電力多少 它給它作用力是往這裡 它給它作用力是往這裡 兩個大小一樣,因為它距離一樣 而且電荷一樣 所以它給它作用力跟它給它作用力大小一樣 所以它的合力是往哪邊呢 往四四五度角的地方 它給它作用力也是往這邊 所以這個電盒所做的這三個電荷的作用力 就往這邊 通常到底 它受到這三個電荷的力量是往這邊 它受到其他三個電荷的作用力是往這邊 它受到其他三個電荷的力量是往這邊 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A選項 A選項它是說 這個右下角 右下角是這個 電荷受力的方向它是往這邊 這個當然是錯的 上面看B選項 左下角 左下角是這個 電荷受力方向它往這邊 這個當然是錯的 上面看C 左下角 左上角就是這個 他說受了力的方向往這裡 當然是錯的 這個當然是錯的 上面看D D的話他說右上角 電荷受力方向是往這裡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對了 上面看E選項 如果這樣是個點電荷 通通改成負號 則點電荷受力方向會與原受力方向相反 這錯啦 你通通把它改成負電荷的話 那它們之間也都是互相排斥的 所以你的力量的方向都沒有改變 而且這樣大小沒有變 都是互相排斥的 同性相似 異性相惜 所以跟你全部全部擺正面 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E這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